引言,有数据显示,中国有两例高血压患者,而高血压是引发主动脉加层的诱因之一。 主动脉加层是一种凶险的疾病,以胸痛为表现,死亡率极高,48小时内死亡率50%,每增加一小时,死亡率增加1%。 人之一,病律师路他们,都是急性主动脉综合症病人,而且,都有高血压病史,患者医,福鲁岛市区德利姆,53岁,自由职业者,高血压5年,主宿,冲发金钱区及背部疼痛3天,入院诊断, Standbook A型主动脉诈层,急诊形生主动脉剧患术,加主动脉工智患术,加指甲橡皮术,无数后不良反应。 目前客厦传活动,胸痛中心绿色通脏保障方式,离某是葫芦岛市区的农民,家庭生物甚微,为了治病家里也是竭尽了全力,了解了他家的情况。 低谷人员在各个方面都给予方福,远处,患者及家属很快通消极,不安的情绪中走了出来。 那患者二,心灵是患者刘某,43岁,高血压1年,主宿,持续背部及腹部疼痛3天,入院诊断,Standbook A型主动脉下层,急诊形左左股下左近肿静脉转流术,加指甲橡皮术,术号无不良反应。 目前精神状态良好,活动自如,目前客下床活动,生痛中心绿色通脏保障方式,有某微信民地区农民,无固定收入,家庭条件十分拮据。 在急诊手术阶段,患者手术费用,暂时无法凑齐的情况下,可是领导顶着各方压力,被家属凑钱宽限了时间,抓紧一切时间救治患者,对他们全方而打开绿色通道。 患者三,沈阳是患者父母,31岁,体重约230斤,不业,高血压五年,主宿,持续胸背部疼痛三天,目前客下床活动,生痛中心绿色通道保障方式,父母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患者。 他无父无母,是一名孵儿,经济条件也是十分拮据,心胸外科的全体民意护人员,不仅没有堆积,令人相打,把闹给了父母更多的关怀。 难度非常大,但是手术十分成功,术后患者恢复良好,目前客下床自如活动,对话名一,沈阳医学院附属二院黄乌院区新胸外科主任沈春节,一,这些患者都有高血压病史,说明什么? 沈春节,高血压是引发主动脉加层的主要诱因之一,四名患者病史如此类似,可能说明两种情况。 因是他们对高血压的知晓率低,不知道自己是高血压,二是控制率低,因为并未出现明显症状,所以对血压不在乎,我国主动脉加层发病率高,发病人群年轻化,很大程度上都和高血压这个因素有关。 二,高血压既然是引发主动脉加层的高位因素,该如何应对,沈春节,控制血压,尤其是知道自己有高血压的患者,必须做出调整。 三,我们注意到,这些患者都进入了胸童中心绿色通道,为什么? 四,一旦发生急性胸痛,患者不来胸童中心,会怎样?胸童中心可以实现多数科会诊,评估做出选择,最快效率,最紧急为患者救命。 沈春节主任和同事在未患者手术中,明依说病主动脉动科症主动脉加层,该病典型的临床表现为胸痛,也被称为主动脉性疼痛,表现来极具的,撕裂痒的胸背痛,疼痛发作后迅速达到高峰,死亡率极高,此类患者受天气,情绪等变化的影响,高血压患者出现突发剧烈胸背部撕裂痒疼痛, 一定要急诊就医,日常生活中,高血压患者是坚持抚养,控制血压,稳定情绪,避免相对激烈的活动,保持规律的生活作息,这对于早期预防都是非常重要的,本性名医,沈春节主任的重症经故事探望初后患者,医者感言健康所系,性命相托, 这是沈春节主任的座右铭,两只妻子回身手,一颗安宁记事信,沈春节总是提醒科室全体医护人员,我们截力挽救的不仅仅是患者的生命,也是在挽救好多个家庭, 他是这么说的,也是带领团队这么做的,始终把患者的生命放在省位,这次开手术平均都需要十几个小时来完成,心胸外科全体医护人员加班加点, 一切以患者为重,每每手术成功透,听到患者家属感恩的言语,看到他们激动的泪水,那种温暖,如沐春风,相信患者以及家属的泪水中,有信任,有感动,有静态,这股股温情在医患之间静静流动着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